这两天很多人都问 究竟这个MU变种病毒 或者B1621变种病毒 究竟是什么来的? 是否真的那么惊人呢? 因为有几宗就跑回来香港了 MU变种病毒也有些人以为是C12 但其实它和C12是两种不同 首先要说的是 MU变种病毒被世卫定义为 是Variant of Interest 即是大家需要注意 世卫的新变种病毒 将新变种病毒 主要定义为两种 第一种是Variant of Interest 大家要留意的 另一种是Variant of Concern 即是大家要防备它 有什么分别呢? 主要是Variant of Interest 主要是病毒的遗传物质里面 或者初步看来 变种可能会 令到传染性增加 或者可能令到我们的疫苗 保护效果可能会减低 但未经证实 所以大家要留意它 Variant of Concern 比较上要 更加小心 即是说 已经有一些 初步的证据显示 它真的会令到疫苗的效果会差一点 或者传染性 更加高 对人类的威胁更加大 Milk这个病毒暂时 仍是处于Variant of Interest 大家要留意 但未至于 需要很担心 为什么呢? 我等下就跟大家说 其实现在世卫 也不单只是看着一种 Variant of Interest 其实还有其他 例如有些叫 Ettor 有些叫Iltor 有些叫Kappa Lambda 之前都说过 这几种都是Variant of Interest 至今没有迹象 这些病毒 就会变成Variant of Concern 刚才说的几种 应该不是一个担心 Milk现在仍是Variant of Interest 所以未是 那么担心 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说说这个History 就是说Milk这种变种病毒 从哪里来的 最初在 2021年1月 在哥伦比亚 南美洲国家发现 到现在已经在40个国家 找到这种病毒引起的 新冠肺炎 但整体来说 Case 并不是多 占全球感染的 0.1% 主要是Delta 这种Milk病毒 占0.1% 相当之低 哥伦比亚曾经很流行 这种Milk variant 不过现在 已经很少了 过去4个星期 哥伦比亚 都找不到这种病毒 反而在鄰近国家 例如阿瓜多尔 智利这些国家 开始看得多了 这种Milk variant 好像传在 其他南美洲的国家 至于西方国家 先进国家又怎样计算呢? 在英国 英国 最近找到45宗 但似乎大部分 都是 外地输入个案 不是自己的 产生 这个Milk病毒 主要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图画就是 Milk病毒 SARS COVID-2病毒 即是这种新变种病毒的样子 里面有一条 RNA 即是 遗传物质 即是这条黄色的 就是遗传物质 这个遗传物质里面 有几个 变种需要注意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这一点 这个位置的名字 叫D681H D681H 这种变种 就在Alpha变种找到的 大家都知道Alpha变种 主要是传染力 就增加了 比元祖病毒增加了很多 所以 怕这种 Milk病毒又有Alpha变异 就会影响到传染力增加 另外有两个地方 亦有其他的变种 这个叫E484K 另一个叫QK417N 这两个变种 其实是在 Beta病毒 即是南非变种病毒 找到 南非变种病毒 虽然不是很流行 但 有证据显示 南非变种病毒 这两个变异的位置 会令到病毒更容易避开 疫苗的攻击 可能会令到疫苗失效 所以这几种加在一起 大家有点要注意一下 但实际是否这样 正如我上一条影片都说过 你不能够将这些变异加在一起 就说它会比较劲一点 因为实际有太多其他的变化影响到它 它不单止这些新的变异 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叫R346K Y147T 这些 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变异 都在它的遗传物质找到 那些遗传物质 整体加在一起 是会令它更加厉害 还是会更差一点 会令它绝种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有的证据很少 有一次的院舍 老人院的爆发 有7个老人家或者院舍的住客 因为这个mul病毒而致死 全部都是打了两针疫苗 这个就发生在比利时 在罗马意大利 初步在实验室的研究报告 发觉 这个mul病毒 打了两针 之后 就能够对付 这个mul病毒的能力 好像有所减弱 但仍然对付到 对付到的 但就有些减弱了 这个大家都看得见 在实际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的 数字看到的证据 都相当少 其实都不是很清晰 这个mul病毒 究竟实际 是否真的 那么可怕 但起码 退一万步来说 这种病毒 从1月发生到现在 很明显 它占全球感染的比例 相当之低 比起Delta来说 它绝对 没有生存优势 所以这件事 大家不用太担心 但怎样算也好 大家都知道 意思是这些病毒 变种病毒 不断产生的原因 因为这个病毒 仍然在 世界各地 尤其是很多地方 一针疫苗都没有打的地方 很多人感染了病毒之后 病毒就在身上 不断复制 复制里面 产生 不同的 变异出来 所以 要阻止这些变异产生 先进国家 一定要将 多余的疫苗 就要被 落后的国家 被多些人打了 阻慢了病毒的感染 令到病毒没办法 在人体里面大量复制 才可以 减缓了 病毒变种的过程 不会经常出 这些麻烦的变种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